凤凰每周快讯友 麦当劳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11月份美国劳动力市场新增了19.9万个就业岗位 失业率从3.9%降至3.7% 实现连续22个月保持在4%以下 这些数据表明经济正在实现软着陆 通胀率有望回到美联储2%的目标 而且不会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5周年之际 周五美国宣布将制裁阿富汗 中国 海地和伊朗等20名官员 并控告他们侵犯人权 美国国务院也对一系列人员实施了签证限制 并对13个国家的37名个人实施了 包括签证限制和制裁在内的集体制裁措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许多制裁都是针对性别暴力和镇压女性权益的人 制裁对象包括两名阿富汗政府部长 两名中国官员等 财政部部长耶伦说 该机构的人权制裁凸显了美国致力于 促进问责制的严肃性 并确保美国金融体系免受侵害 周四特别检察官加大对亨特拜登商业交易的 调查力度 并在加州起诉其放有9项税务指控 其中包括三项重罪和六项轻罪 特拉华州联邦法院还补充提起枪支指控 称亨特在2018年违反了禁止吸毒者持枪的法条 特别顾问韦斯在声明中表示 亨特生活奢侈 愿意花费数百万美元消遣 也不按规则纳税 这些指控主要针对亨特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 所欠的至少140万美元的税款 亨特表示他在这段时期内与毒瘾作斗争 补缴的税款现已缴纳 如果罪名成立 53岁的亨特将面临最高17年的监禁 韦斯说特别检察官仍在对案件进行调查之中 周五总统拜登将前往拉斯维加斯 宣布为全国10个主要客运铁路项目 提供82亿美元的资金 其中包括从拉斯维加斯到大洛杉矶地区 高速铁路的30亿美元投资 这条全长218英里的拉斯维加斯洛杉矶铁路线 预计每年乘运超过1100万名乘客 政府希望这笔投资将有助于振兴美国西部的旅游业 但批评者则认为成本太高 另一条获得注资的线路是美国第一条高速电动火车线 计划将穿越加州中央山谷 延伸至旧金山和洛杉矶 列车时速可达每小时220英里 周五美国是要举FDA批准了两种 针对联状细胞疾病的基因疗法 其中包括基因编辑技术CRI SPR 该技术的发明者因此获得了2020年诺贝尔奖 开启了遗传疾病治疗的新时代 批准的两种药物名为Gavi和Life Genia 两种疗法都被批准用于12岁级以上的人 FDA的凡尔登博士表示 联状细胞疾病是一种罕见的 使人衰弱且危及生命的血液疾病 其需求尚未得到满足 目前批准的两种基于细胞的基因疗法 将使数万名患者受益 据估计该疾病影响了美国10万人 其中大多数为黑人 周四德州一名法官允许一名孕妇堕胎 这是首次在德州自罗素韦德案 被推翻以来 孕妇要求法院批准堕胎 已孕期20周的考克斯腹中的胎儿 生命垂危 不得不考虑堕胎 医生表示如果胎儿的心跳停止 隐产将面临子宫破裂的风险 因为考克斯之前进行过剖肤产手术 等足月时再次剖肤产 将影响他是否能再次怀孕 考克斯表示他不想孩子来到世界上 看他受苦 但继续怀孕恐怕会对身体造成更大伤害 该州对考克斯的临时令 有效期只有14天 但根据德州的堕胎禁令 提供堕胎服务的医生 可能面临刑事指控 最高可判处 终身监禁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随着新年的临近 Doordash在其2023年趋势报告中 分享了美国今年最受欢迎的外卖食品 报告显示 今年手抓类食品仍然是最受欢迎的食品 其中薯条位居榜首 该公司还在报告中透露了今年最不寻常的食物搭配 其中辣酱和肉桂卷位居榜首 其次是薯条和苏打水 以及薯条和辣椒 报告还指出 香蕉是全国订购最多的杂货 而福特加是全国订购最多的酒精饮料 该公司于2013年成立 如今已有10年历史 每年发布订购最多的食品种类榜单 最早可追溯到2013年 快餐连锁巨头麦当劳本周宣布 将开设一家名为Cosmax的新连锁店 专注于咖啡和其他饮料 据透露 该餐厅主打更大分量的汉堡和新咖啡馆概念 顾客可以自己定制饮品和下午茶点心 新颖的菜单包括珍珠饮料 西班牙油条风味的冰沙 和棉花糖巧克力风味 冷脆咖啡等 此外餐厅还将提供各种口味的 果味能量饮料 而一直深受顾客喜爱的麦当劳经典餐品 例如鸡蛋慢松饼和麦旋风 也将出现在菜单中 麦当劳计划在德州和伊利诺伊州的 释迦明门店进行试点 第一个餐厅将在本月底 在芝加哥郊区开幕 据气象局消息 盛安娜风将于周五晚上卷土重来 抵达洛杉矶和文图拉县 预计有风且天气干燥 消防官员提醒称 本周末民众应保持警惕 预计大风天气将持续到下周初 气温也会升高 强风加上相对虚度较低 将增加该地区的火灾风险 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 已经警告用户 为可能发生的安全断电做好准备 预计将影响6万5千多户家庭 文图拉县仍有高望警告 官员警告说 可能会形成危险的离岸流 并将游泳者拖入大海 蹲坐游客远离岩壁和码头 周五 新泽西州纽瓦克市一家医院的 儿童重症监护室发生医患纠纷 两名护理师和一名医学生被刺伤 医院官员表示 访客之间的家庭纠纷 升级为暴力行为 消息人士称 前一人为37岁的哈基姆 他因不满被告知其访客过多后 掏出武器并砍伤周围医护人员 现已被拘留 官员称三名工作人员被刺伤 事件中没有患者或家属受伤 受害者被送往医院急诊室 已无大碍 哈基姆将面临严重攻击 非法持有武器和出于非法目的 持有武器的指控 事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周五联邦上诉法院 推翻了纽约枪支管制法的一部分 将不要求隐蔽携带枪支许可证的申请人 披露个人社交媒体账户 但维持了其他关键条款 上诉法院表示 要求申请人披露 他们在社交媒体的账号 甚至是化名 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权力构成了侵犯 这种侵犯没有先例 并且对第一修正案产生严重威胁 州政府仍然可以要求申请人 表现其良好的道德品质 并披露家庭和家庭成员的情况 此外 第二巡回法院还废除了该州 默认对私人领地的枪支禁令 并且不允许在该州礼拜场所携带枪支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魂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魂 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我是小师 感谢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